尊敬的各位长辈 各位领导 各位观众 大家早餐好 非常感恩主办方 成本方 还有各位义工老师们 给我这次提供上台反省和忏悔的机会 我是来自辽宁府村 今年47岁 各位朋友 在您的生活中 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人 这种人专占别人便宜 从不付出自私自利 经常酒后无德耍脚放 让人讨厌 这种人借人钱不还 不择手段 坑人骗人 一点小事就讹人很多钱 让人恨得牙根之痒 我以前就是这种无赖之徒 法律制裁不了我 别人又拿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自然规律反作用力 却让我却让我让我吃进了苦头 尝尽了苦苦 痛不欲生 说到这里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年代 八十岁的老妈妈 老人家养活我们五个儿子 我们哥五个 从小从来没有学习过传统文化 也不知道好人是什么样子 互相学坏影响 这个我的二哥呢 二十八岁就把人杀了 逃跑了三年 待遇过院后 被判了死刑 我的四弟五弟 也是因为一些 也是在三十几岁就铲死在监狱里 我的大哥 本来是我们当地的一名 这个人大的一名干部 非常有才华 笔杆子 就是因为我们哥几个 常常犯的大案 惹的大事 他在精神上受不了 这个常常借酒交头 最后导致了酒精依赖性精神病 十几年年 常常进出精神病 我的儿子呢 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学坏了 最后发展到 跟人抢东西 拿刀砍人 后来我们全家人都学习了传统文化 我们的命运呢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还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怎么改变的 我没有过上了 怎么样的幸福的生活 现在我就向大家汇报 我以前呢 非常喜欢喝酒 酒后无德 常常做这些胡作非为的事情 荒唐无知的事情 有一天的下午 我跟几位朋友刚喝完酒 走在了路上 当时天空下的小雨 我打了一把雨伞 我正走的时候 看到对面来了一个年轻人 打了一个屁股还好的雨伞 这时候呢 我就上去啊 我就把这个旧雨伞抢来了 抢来之后呢 我就把我的旧雨伞扔给他了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就走了 又走不远 又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 他们打了一把 比我手里还好的雨伞 我上去 我就上 那个男是手中抢那把雨伞 他不给我 我三拳两脚 那个男的撑就跑了 把雨伞扔给我就跑了 媳妇也不管了 这个 我把这个旧雨伞 扔给那个 他媳妇了 我仍然往前走 又看到一位 打一个雨伞的人 我仍然如法炮制 我把这个雨伞抢到手 我把旧雨伞扔给他 我在走到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我总共抢了六把雨伞 最后到我手里的 还是一把破雨伞 这个事情啊 现在想想了 大家想想 如果被抢 被打的是我们各位的本人 或者亲属 大家一定会有 会恨我 害怕 或者肯定骂我 这个 你想啊 一个罪鬼 遇到这样一个人 抢你一杀 这个打你 你能不恨他吗 骂他吗 而这种骂恨 就是一个作用力 一个种子 将来肯定会得到 恶的报应 我就是这样 因为当时也不明白 这个地质规中所谓啊 年约风哨 物饮酒 饮酒罪最为丑 就是说 你年龄小 德情没有建立 不要喝酒 喝酒都喝多了 丑态百出 会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惹祸上身 而我全人不知道 所以说 地质规当中的一句话 你做到了 就会避免灾难 后来呢 因为我这样的事 让人讨厌事情 常做 让人害怕 惊恐的事 常做 最后呢 我也无言无误的 常常害怕 惊恐 心里老像要有事出现 要发生什么事 有句古话讲啊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做了 我呢 做了亏心事 害怕人 敲门 这一年的夏天 我就得到了 因为这个 以前做的一些恶事嘛 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 报应 这一年夏天 早上五点钟 我正在家里睡觉 因为我俺家住三楼 我突然听到一阵 急出的敲门声 我当时我就害怕了 惊恐不悍 我说完了 又是公安局来抓我来了 这时候 我不容分说呀 我没用上一分钟 我就把衣服和鞋穿上了 我顺着俺家杀了 我就跳下去了 跳下去之后 我就 打个出租车跑了 一会儿我就 我想啊 我得问他 怎么回事 这时候我就打电话 告诉我的朋友 我说赶紧上人家看看 是哪公安局来抓我来了 这个没有过上半个小时啊 他给我回信了 告诉我 原来啊 是街道收卫生费的 这个 各位朋友 现在想想看 这个 如果我是一个正常的人 我绝对不会 这个 啥也不顾 从三楼上就乌烟乌烟跳下去 因为我当时心里有鬼啊 就是你给我多少钱呢 我都不会跳 为什么呢 大家想啊 如果从那三楼跳下去 第一可能被摔伤 也可能被摔残 再也可能被摔死啊 都没准啊 但是当时我就害怕呀 惊恐啊 所以说过不了那么些 只想到害怕 跳下去了 跑了 所以说啊 这个有人问 那又能怎么样呢 大家想啊 一个人天天害怕 是一种最痛苦的事 真的啊 睡觉都不安稳 就是因为我常常啊 就做这样的事 让人害怕 让人惊恐 所以说啊 这个 想到啊 学地质规的感同 就是 地质规一句话做不到 就会让人 让你吃尽苦头 后来呢 这个 我又有一件事 因为 不懂得道德 所以说 偿犯这些恶事 以前呢 我这人那个 专占别人便宜 谁都不放过 任何机会也不错过 有一回 我到 这个外地 去进货 当时我在 做生意 进货 看着了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呢 这个 对我非常信任 他说啊 他说 我有点事托你 我有一批货 有一包货 你给我拿回家 带给我媳妇 我媳妇正等着卖呢 我心里 我好 我知道他很着急 我好 我一定给你带回去 我真给他带回去了 带回来 就让我低价 给卖了 卖成 换成钱之后 拆进我自己腰包 后来他媳妇啊 找我好多次 我就不承认 而他呢 这个找我好几次 没承认 不承认 后来呢 我这个朋友也回来了 找我 我听说找我 我就躲了 后来他找不到我 也不了了之了 这个 这个朋友啊 本来就很相信我 人家拿我 觉得很自信 让我拖一包货 而我给卖了 这些是用什么行为呢 无赖 一种偷盗 这个偷盗是这么讲的 我们传统话这么讲的 就是不与取 就是人家没给你啊 你拿走了 就叫偷盗 这个比方说 我们在企业 在单位 不论是你私人的工压 拿了一张纸 一支笔 如果没有跟领导说 那么你拿走了 这就属于偷盗 在我们传统话里 这个偷盗 是一种作用力 一种果 一种 一个种子 它的果实 它的反作用力是什么呢 是贫穷和价钱 所以说 我那个时候 常做这样的事 这个无赖之事 所以说得到了很多的 这个 常常想 贪人心 占人便宜心 这个 而且做了很多 而且呢 这样的 一个个种子种下去了 我就会 我又得了很多的 这样反作用力 这样果实 这个后来啊 我开公司 我开公司的时候 那时候 效益很不好 大家想啊 以前呢 坑人骗人 占人便宜 我能好吗 种了那个贫穷下贱的 种子 我应该在 得果了 效益非常不好 非常艰难企业 常常工人 开不及来工资 最可恨的是 什么呢 常常被盗 被偷 你看我这么穷 还有人偷我 有一次 这个公司被盗 我看丢什么玩意 啥也没丢 只把我两双旧鞋偷走了 我想这个 这个盗贼 还得骂我呢 他本来想 发点财 没成想 最后 偷了 两双鞋 还是旧的 还有一次 有位盗贼 也更有意思 他偷了我多钱呢 我当时眷顾的 就十几块钱 让他给我偷跑了 偷跑了 后来我一看到 我这个桌子上 很多的办公室 全扒了地下来 我想这人肯定生气了 为什么生气 他赔了 他怎么赔了呢 大家想想 他肯定要准备 把大钳子 夹我那个门的链锁 这才得几十块钱 另外来回打出租车 也得几十块钱 而他偷了我 仅仅十几块钱 他不赔了吗 所以他要骂我 他肯定还得骂我 说这个穷鬼啊 比我小偷还穷 我还有几十块钱呢 他就几十几块钱 你看看 你说我冤枉不 我被人偷了 还要骂一顿 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 在一个大雪 纷飞的夜晚呢 我借钱买了一台 这个运输车 让人长酷的给我偷跑了 那个当时啊 这个屋里还有两个值班的 这两位偷跑了 而且我借钱买的 后来人家很多人 人家这个管我要钱呢 要了我两个年呢 我才还上人家 企业效益不好 又被偷又被盗 这是雪上加装 我当时真是太难受了 我觉得人生啊 这个到这种地步啊 而且呢 我当时都叫我总经理 总经理呢 都得偿没钱 都得偿他几块钱 几毛钱 甚至有时候 都是比脸都干净 这个非常穷 有时候一有钱呢 就是执法部门来给我发走了 当时真的 这个后来学习穿总话知道了 这都是我当时重点 就是偷盗 贪贪别人的种子 得的结果 所以说 各位观众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如果跟我有一样经历的人 大家一定要反省 一定是我们以前呢 做了这些 这个不好的事情 坑人骗人的事 一定反省 反省了怎么办呢 一定改变 做好人 做正常的生意 那么我们的命运呢 就会改变了 这个 后来啊 就因为我们 没学习穿总话 这个 没有不懂得做人 不懂好坏 对错 没丑 又做了一些很多恶事 比方说 这个卖假货 骗人 坑人 另外呢 这个 有一次我这个 走在马路上 一个车 刮了我一下 碰我一下腿 我当时我就说很重 扼了人很多钱 这都是我干的事 无赖之徒啊 后来呢 就是也有时候就跟 跟人家 喝酒 游一回 也拿菜刀 给人烤的砍 这都是常发生 整个让一个无赖 这个 说实在话 我们 五轮当中啊 这个 朋友有信 刚才说 我这个 我的一个朋友 我给人骗了 这事没少干了 都了 今天时间 紧 我也是个 没有时间讲那么多 没少干 五轮当中 朋友有信 我呢 对朋友没有信 我坑朋友 坑朋友 骗朋友 骗朋友 所以最是损德 我以前呢 我不知道财富 是从集散中来 我以为财富啊 是从骗中得来 所以说 奉献那些 这个害 走这个路里 骗人的人 赶紧收手 别做那些恶事了 做那些恶事 最后导致我这个结果 痛不一生 难受 谁难受 谁知道啊 所以说啊 这个 根据这个 昨天我们陈老师讲了 姜本胜博士的水之验 这个说了 这个 你如果给他一个 善的信息 他就会 水接近就会好 非常美好 恶的信息呢 就会 这个很丑陋 就是放那个 瓶上贴纸条就行 大家想 我做那么些恶事 多长时间给我 往我身上贴纸条啊 讨厌我 恨我 要杀我 那我能好吗 所以说根据江本胜博士的水之验的原理就是 别人的怨恨呢 就是你的灾难 我灾难不断的 真是难受 这个 非常痛苦难受的时候呢 我就想 我人活得太没有意思了 我得怎么改变呢 改变自己 如果不改变自己 这个这样活得 一点意思没有 不是死了呢 后来我就想啊 不知道怎么改 所以说 那个时候想改变这个念头 就是 人有善愿 天必幼之 后来呢 有一个朋友 看着我之后 给我送了我一些传统话的书和光节 当时啊 我一拿到手里啊 我真是爱不失守 我看了很多天 我太好了 我真是啊 这个如获之宝啊 我人生找到了方向啊 找到了路径啊 后来又接触了了凡事讯 和弟子规 更是让我知道了 人应该怎么做人 怎么样做事 我也知道了我的 这个痛苦的根源 这个 我知道 原来我是价值观错了 人生观错了 我不知道 什么是好 什么坏 什么是对 什么错 什么美 什么丑 我以为 你看 我骗人的 我以为我是发财了呢 我这行了 我这有财运了 其实我骗人家 人家骂我恨我 诅咒我 骂我八倍诅咒都 所以说啊 我不知道好坏啊 这个 我们古人说啊 不知识者 无所不为啊 就是我不知道羞耻啊 什么事儿都能干 这个人是什么时候 都能干出来 所有现实生活当中 这样的人都很多 不知道羞耻 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 这个人是什么人 小人 我们论语里又说啊 空老夫子说 小人 君子寓意义 小人寓意利 君子就是说 什么君子人呢 做事情首先考虑的 有没有符不符合道义 和仁义 小人考虑的是 他自己有没有有利益 君子人是什么人 就是仁慈的人 一个正人君子 小人是什么人 就是心而小的人 自私自利的人 我何止是小人呢 我就是恶人 无赖之徒 有人说 那小人又怎么样呢 古人又说 小人常进祸 就常有财祸 我就是伴有财祸 这个财祸 把我招对招的 这些年呢 我痛不一生啊 如果没有学习传统话 我就完了 我就不能活了 而且我知道 我最大的就是 我不孝 我不孝 百孝评里讲了 诸事不顺 因不孝 弟子哥又说 身有伤一亲忧 得有伤一亲胸 就是说 你的身体啊 寡不不好 比如说 我常常喝酒 常常跟你打架 我受伤了 或把人打伤了 人家父母难受 我的父母也担心 常常喝多呢 伤害身体啊 父母 非常的着急 担心 这就不孝 还有 得有伤一亲胸 就是我的德行啊 我常常坑人 骇人 骗人 做无赖的事 骗朋友 所以说 这就不孝 让我的祖宗蒙羞 让我的父母在人面前 抬不起头来啊 各位 所以说 您多少人骂我呀 骂我是骂我自己吗 骂我八倍祖宗 骂我的一家人 所以说 骂我怎么办呢 就等一样 昨天江本胜 昨天陈老师讲 江本胜不是水事宴 也等于啊 那些人呢 骂我那些人 帮我们家里 这个父母 我祖宗身上贴纸条啊 所以说 你要做了坏事 一定是什么呢 就等于什么呢 你请了很多人 骂你的祖宗 指着逼着骂你的祖宗 骂你的父母 骂你全家 所以说我们自己 千万不要做恶事啊 做恶事的人呢 坏事的人呢 常常的 他家人也不好 就因为他牵连的 被人骂嘛 所以说这个 千万不能做恶 做恶这个可了不得 这个 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就去做 首先呢 我知道我不孝 所以说那这 我知道了 我母亲 和我老在一起生活 我老当时九十多岁了 我母亲教我老 挺费劲 这时候呢 我就知道 我学弟子规了 知道 父母呼应我还 就是父母啊 你呼唤 父母的需要 就是在呼唤我们 那这我就知道 我应该替我母亲 分担这个责任 因为我母亲身体也挺 身体也不好 也年龄很大了 身体也不是很好 我就一言绝言地 把我姥姥 接到我家里 我雇个保姆 整整吃亏了三年呢 天天干干净净 一点入床没有 在九十七岁高龄的时候 睡梦当中离开了我们 这件事啊 谢谢 这件事啊 我就 既替我的母亲 寄了孝心 又暴打了我姥姥 从小抚养我们之恩 所以我母亲也非常高兴 另外呢 因为我以前呢 对朋友 这个无信 坑害朋友 骗朋友 现在呢 学了传统话之后 我知道了 我对朋友啊 就是 事事啊 我就按照弟子规当中 一句话 所以说 就是 予多取予少 就是说 我给出地予多 索取非常少 甚至我就不索取 我知道啊 朋友当中 人生 朋友是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 五轮当中非常重要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所以说 以前我路越走越窄 没有朋友吗 现在呢 我知道 怎么交朋友 对朋友 非常的 这个 有爱 而且什么事 主要有我在 花钱的事 我绝对 我不想朋友化 而且我更知道 最好的利益朋友 就是我让他们 学习传统话 所以说啊 我现在 我周围的人 几乎都是学习 传统话的人 这个 恶人 以前我 教那些朋友 全是恶人 恶人在一起啊 这个互相感召啊 在一起 恶人在一起 干什么呢 就是互相拆台 互相拆台 互相骗 机械学习传统话 这些好人在一起 互相帮忙 互相提携 互相进步 所以多好啊 而且呢 我得 因为 这个做一些善事吧 这个 大小趁头做 大到救人性命 小到 就是走马路 看到一个推带车的上不去 我也帮他推 有忙人过马路 不太方便 我也帮人过 我也领得过去 另外呢 我到商场 有那个商场门口 大门帘的 我们北方有塑料的 冬天冻得很硬 我以前就 抽出筋筋 一冷后边 不一定砸起脸上 碰一下 挺疼 我知道之后 我学传统话之后 我这小事也得做 不以小善而不为 不以小恶而为之 所以说我就 经常常 每次都是 把门帘轻轻放下 后边没有人 我才放下 我才走 所以说这个善呢 自然而然地 从我心底里做出来了 天天想天天做 而且呢 我知道 做善事最好的 是帮人一个 不懂得做善的人 不懂得笑一些人 帮他转变观念 这是最大的善 就在我们去年 9月份和今年5月份的时候 我们家乡辅顺 举行了为期 两次三场的论坛 这次论坛呢 也参加了几千人 很多人呢 都受益很大 直到孝悉父母 夫妻和睦 直到做善事 大家都很感恩 都感动 虽然不是我一个人 不爱 但是我是参与者 虽然大家都很感恩我 也是感谢我们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 别人的怨恨 就是我们的灾难 但是呢 同时呢 别人对我们的感恩 就是我们的幸福和吉祥 也是等于啊 你做善事 谢谢 也是等于您做善事 请了很多人 来给你的祖宗 你的父母 你的家人 望他们身上贴纸条 贴什么纸条呢 谢谢 感恩你 那当然我们就吉祥和幸福了 这个后来做了很多善事 得到那些善的 善的果子 首先是我家庭和睦 以前呢 这个也不懂得夫妻知道 现在知道了 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 是讲恩义 道义 情义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夫妻 我知道互相包容 互相恭敬 每天早上起来啊 或者早上上班 下班的时候 我走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就跟我的太太啊 都九十度 我们互相都九十度鞠躬 这种鞠躬啊 非常好 谢谢 这个大家知道 家庭要和睦 怎么和睦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互相鞠躬 一鞠躬啊 互相这种感恩啊 这种热情啊 就出来了 这个家庭的和谐气氛就有了 非常好 我奉劝在座的各位 和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一定回去坐 今天晚上就坐 回去给你的太太 跟你老公鞠躬 那样的真的 这个我们 觉得生活 家庭很温馨 很美好 而且我事业很好 以前呢 我是不择手段赚钱 就坑人骗人 政治权凶财 带了很多灾难 现在呢 我不做恶事挣下来 做好事挣钱 生意反而很好 我再也不为钱发愁了 而且呢 这个也是啊 我自己生活也很简便了 我们夫妻生活很简单 很节俭 在弟子规中有说啊 这个对饮食物简哲 时事可物货哲 还有 若衣服若饮食 不如人物生计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吃 我们穿 简洁一些 简单一些 简朴一些 这个 使我们的欲望降低 这是我们 这是张扬我们德行的最好下手处 就是不要欲望太高 欲望太高 欲是深渊呢 欲不断的膨胀 最后你什么都不满足 哪有幸福 所以说我们夫妻现在非常的自在和快乐 有一件事非常让我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 我刚才介绍了 我那台借钱买的车很痛苦丢了 就在我跟着我们这个论坛 做汇报 五六场的时候 突然我接到这个电话 这个是某某公安局的 说你是康金胜吗 我说是啊 你是不是丢一台车 我说是啊 找到了 哎呀 我说 这个真好啊 我说太好了 我说 我想起来我当时丢车那种痛苦劲 突然我就明白了 我说人哪 一定要做善事啊 做善事 你丢了五六年的车都会找回来 而且 我奉献各位在座的朋友 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如果你丢了宝贵的东西 你一定要做善事 做善事那个宝贵的东西 肯定找回来 一定的 所以说这是我的人生经历啊 我分享给大家 所以说我知道了 太好了 我最好的改变呢 其实就是我的孩子 下面要介绍介绍我的孩子 这个我的孩子啊 从小在我哪 我我我我的母亲身边长大 他呀 因为这个我不会做人呢 我也不懂得教育孩子 他也做的学的不好 也不会做人 所以到了初中的时候啊 就学坏了 学坏了 头开始呢 上网 愿意上网 玩游戏 玩游戏 各家不行 上网吧 网吧后来就是 这个又淘酒 又淘绝 最后呢 又抽烟 喝酒 搞得像 还竟然呢 这个脑袋整得像红头发 像小流氓一样 有一次 他那个同学 会他去 跟人家抢一个MP3 翻案了 让公安局得去了 那个同学呢 一下子弄到开压所 他第二次翻案 给我那孩子 弄公安局 一调查 直到他们当时没支撑 给弄个站脚入围 那个处罚了 我信这个事之后 就能 哎 完事了呗 他没有什么 这个害怕了 没想到过两天 又出事 什么事了 他一帮小朋友 在饭店吃饭 这个 有一个 另一杯儿来了 打他们当中一个 这个孩子急了 就去拉架 拉架 拉架 那个 人家没听他 就拉呀 也不给面子 给他也打了 他急眼了 跑厨房去 立马拆刀 就给这把人 好多给砍 我一听 他不学我了吗 这个 砍的这些人 跑的 跑了还砍的 我听说之后 我说完了 这孩子 我说这个 又要出大事 我赶紧到我妈那里 把孩子结回来 我得了 我坚决 我说 你不能跟他呆了 所以说 这个孩子学坏 对我们 与我们家长太有关系了 因为我从小 我不会做人 所以孩子 也没有 我没有给他 没有给他 做个好的榜样 学坏了 这个怎么办呢 孩子学坏了 我得救他呀 我想 我什么不干 我得救他 孩子不好 你的一生能好吗 不能好 我们大人不能好 所以说 我得救他 我想怎么救呢 只有学习传统文化 弟子归 是唯一出路 没有别的出路 所以说 我就给他 找地方学弟子归 学传统文化 谢谢 当时我也知道 我对他有影响了 因为我 我把我这家的电视 和那个电脑 全关闭 我也不看 天天放传统文化光碟 而且我行走坐卧 我对我的父母也好 对长官也好 非常恭敬 他自然而言 受到一些 那个 受到一些熏陶 后来呢 这个有一会儿是机会 在某一个地方 有一个培训班 五天的 全国知名的 传统文化老师讲的 我就给他送去了 送到那里 他参加了五天培训 之后 这个孩子就开始 回来 我就看他有转变了 怎么转变 他大谈了 这个培训课的盛况 而且回来跟我说 爸呀 我也要成胜成贤 哎呀 我说好啊 我说这个事 这是爸爸成全您 当然了他对圣贤这个标准不太明白 但是我想他一定想这个圣贤是好人 我说爸爸也成全您 所以说我就给他找这样的学校 后来我找到了一所 这个学校是这样的 这个发行学十年 十年不行回家 这个学就学传统文化 当时我就犹豫了 犹豫了我其实 为什么犹豫呢 我想他那时候快二十岁了 如果送到这个学校里 学十年之后 可能回来就三十了 这个当中他要需要找工作 和成家立业 结婚 我说这怎么办呢 后来我也想不行 如果他人做不好 不会做人 不会做事情 那么他参加工作 也会常常被老板吵 另外如果他 他不会经营夫妻之道 也是不会做人 不懂得夫妻之间 互相恩爱 互相包容 互相体谅 那么他也会离婚的 因为现在孩子离婚太多了 这个离婚率太高了 所以说我说不行 因为什么呢 我们就做父母的 辛辛苦苦 眨了十几年的钱 给孩子结婚 最后孩子离婚了 你说让父母多么难受啊 这样就立的不少 现在当中 所以说不行 我说我一定 那样子学去 最后我给他 送到这样的学校 这孩子啊 学习了一年 之后 就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里我们也有些 照片请给放一下 而且呢 这个孩子 大家看 这是 这个学校啊 拜父母的仪式 拜父母的仪式 这个 隆重啊 而庄严的 这个 真正让这个孩子感觉到了 当时体会到父母养育之恩 这个 大家看照片 这个孩子呢 一年以后呢 又够了 给我优了一封 这个 向我 汇报的学习生活一封信 我在这里截取片段 给大家念一下 大家边看照片 我边念信 大家看 这就是当初 抽烟喝酒 扎耳头眼 胳膊顶上烫烟头 搞对象 拿刀砍人 给人抢东西 没这么个孩子 现在变成了 还有些人 那个这个孩子模样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照片 大家看 边看 我在给大家念气 尊敬的父亲您好 儿子这么久才继续信案 望您见谅 在此孩儿直书胸易 将自己的修学所感 扣成于您 记得月中旬 我曾经风趣地对同学说 过两天 二十五号 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是我来这里一周年 是啊 一年了 转瞬间而已 回忆起来 有道许许多多的感怀 历历在心 外学着成长的喜悦 得教的逐步深入 让我领练到了 人生的价值在何处 大笑险亲 往日的腿肺 不知上进 沾染恶习 苟妾已活 对父母不孝顺 忤逆 从不想到争取去光耀门昧 二十年的人生 都虚度了浪费了 嚎啸了光阴还不打紧 不知在走这条弯路的过程中 不知伤害了多少人 令他们痛苦过 又有多少人为我惋惜 为我掉泪 如前所述 一切我今劫忏悔 劫不再重蹈覆辙 重走弯路了 孩儿是您唯一的希望 家族使命 蓄于腰间 身负足备的寄望 坚担父母的处愿 责任之大 任重而道远 孩儿一丝 继子 莫不振奋自心 体力自强 一年之中 孩儿除力行外 在知识 以学识才艺能力的培养上 有了纸的飞跃 最不爱碰书 最没有耐心的我 在此期间意识到了 不学无数是行不通的 所以经过一年的讯息 我总结于续取了 前十九年的教训 误出两个经典中的道理 其一 万事开头难 只要啃攀登 的确 唯有跨出第一步 后面的路途 会随着经验 与嫌疏而得一帆风顺 所以孩儿带着这份明白 去培养了许多的能力 比如 阅读 观察 写作 思辨 耐心 领导 工作等诸多方面 之外 我在自己方面的提成 尤为图竹 这个我在这里插一句 孩子 以前写这儿啊 就像苍蝇采别人的门看 下面给 找那个 这是孩子 现在写这儿 现在依旧在刻苦练习 课间从来不休息 中午也在埋头苦干 结果 无心茶柳 没想到这样的态度 使我在耐心观察 专注的能力上 有了千所未有的成效 下面就是孩儿的基本功 儿子发心 将要练习 四十一万笔划 以低利自己 进一两万两千个 所以往后 每次续信给您 希望能检查自己 是否有上进 如果停止不前的话 说明已经不刻苦了 其二知行并进 孩儿在学习 与利行的过程中 完全体会到了 好学的重要性 好学的重要性 不利行是行不通的 同样不读书 一不可行 自古以来 圣贤无不以好学 发愤为天下人的楷模 孔子之伟编三绝 董忠书三年 不是孙缘之潮 书秦 头悬梁 追赤骨 出之类 真的令孩儿汗然 比何以百事可施 我何以一身瓦力 相信古人可以 我也可以 正所谓 不让古人视为有志 而非天资充勇 但相信 凭借着天行健 君子以不自强不息的精神 定能会当刻果 精进不止 而有为之之日可待 谢谢 这封信呢 孩子在传统化的学校里 学习一年之后的 这个情况 今年是已经第三年了 在头年呢 春节前 他又给我 他用毛笔 写的两幅对联 和两幅画 给我优到家里 现在下面 向各位 掌位和老师 展现一下 请大家指正 这个 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 就 忠厚传世远 勤俭之家仓 横笔是 善人是福 这个是他 横笔是他自己家的 这两个是以前的 这个哪儿截取的 这个是有荣德乃大 无私心自安 横笔是孝子之志 这个是竹子 竹子大家都知道 这是君子 君子 有解气 谢谢 谢谢 这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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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是夫妻 夫 妻 和睦 在这里啊 给大家展现的 不是炫耀孩子的成绩 而是说啊 他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之后 这个 以前呢 是一个 碗脸 这个 我这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 现在通过传统文化学习 他就知道了 在才艺上有所提高 因为他知道 亲手好力为具 亲手勿己为具 我希望他的字 他的才艺有所提高 他就提高了 在这里 我听说 因为我不懂书法 据说这是流体 他是总共练了半年 三个月练的笔划 三个月练书法 这里啊 在这里肯定是 写的不是很好 但是是他的成绩 所以给大家展现一下 你证明什么呢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 无论以前怎么不好 通过学习 他肯定有所提高 好 谢谢各位老师 这个孩子的这个变化 提高啊 说明了一件事情 证明一个道理 证明了什么道理呢 说就是我们陈老师昨天讲的三日经里一句话 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本性本善 说什么呢 就是任何一个孩子 任何一个人呢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 学习我们老祖宗教诲 弟子归 就会得到改变 所以说呢 这个道理啊 这个我们老祖宗讲就是真理 通过我们的孩子学习就验证了 他以前那样 学的那么坏 那么足 后来呢 经过一年两年的学习 一年的学习就改变了 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这个人孩子们呢 这个他都可以教的好人 就是一个道理 都是 甚个人呢 都可以教的好人 就是我们 希望我们在 诸儿的各位观众 以及电视机前所有朋友 以及天下所有做父母的 你们的孩子 如果 学的不好 或者不听话 一定要不要 赏识信心 有信心 他们只要能够学习圣贤的教育 一定能够 会学好的 能够做好人的 谢谢 我 说说我今后的人生目标 因为啊 这个 我学习弟子归 学习传统化 得了益处 得到了幸福 和快乐 所以说呢 我要 今后的人生就是 推广 传统化弟子归 使更多的人得到快乐和幸福 另外呢 因为我们的祖国是伟大的母亲 大家知道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母亲已经不缺钱了 但是她缺什么呢 她希望我们做儿女的幸福 希望我们做儿女的和睦 因为我们儿女不和睦 常常冲突 矛盾 对立 有各种各样的斗争 现在呢 我作为 学习传统化的 这个受益者 我要跟随 我们这个 汇报团 做到底 做一生 使我们传统化弟子归 老祖宗教会 让世人都知道 都能受益 都去学习 好 这个 我的汇报 就完事了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下面呢 我将要介绍一位嘉宾上场 这位嘉宾一生悲惨的经历 足可以 让我们知道 不学习传统文化 不学习弟子归 就不会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而会导致他自己人生悲惨的经历 他也会伤害社会 危害社会伤害别人 他是从刑场上走下来的 这个他的汇报是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他今年50岁 竟然在监狱里待了20多年 做了40大手 身上缝了400多针 40多刀 40大手作 他就是我的二哥 有请我二哥上场 谢谢大家 各位长辈 各位领导 各位老师 商务好 本来 这个讲台 不是我能上来的 它应该是给成功引试 是 企业家 优秀分子 准备的 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如果我要上在这个讲台 一定是被押送上来 五花大王 有公安战士 给我押送上来 因为我是那种 社会人员 违法犯罪分子 我 五十岁 但是我在监狱里面 渡过了二十年零六个月 渡过了二十年零六个月 曾因为社会上的利益杀死过人 也被伤害过四十余次伤罢 缝合了三百余人 我曾经的兄弟 被人民政府处决的 和之间偶斗致死的 二十余元 我这个 也有三十余元的兄弟 只有到老年的时候 他们才能从监狱 从牢房里 获得自由走出来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不是遇到了 这个地质鬼和传统文化 我敢说 我不会活得太久 很快我就要死 自己去找死 因为我走的这条路 就是一个不轨路 我好 往好走运了 我可能要再回到监狱去 就 现在这个时间里面 如果我没有遇到传统文化 我有可能 不会在这里坐着 在监狱里面 或者是在 骨灰河里面 那么说 传统文化和地质鬼 改变了我的命运 叫我这样的一个 典型的 社会的 流氓反对团伙的主干人员 也能 过上了一个幸福的人生 也能给我的家人和朋友 带来幸福 也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也能成为一个传统文化台上的一个老使 这个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我想不到我还能有今天 我想不到我还能得到一个美好的人生 这个我根本想不到 所以说 我呢 从有种的 体会到了 这个 传统文化和地质鬼的魅力 确确实实 救了我的命 也 也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 也 叫我过上了一个幸福美好的影响 我在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我生于六十年代 这个 受教育于七十年代 那个时候呢 我不可能接触到地质鬼 也不可能接触到传统文化 听说 孔孟思想 是造破 造破 是 不好的东西 那么 什么是好的东西 所以 在我的 幼小心灵当中 我认为 我感觉到 大家 不听老实的话 这个是 好事 因为 种种原因 被 我这个 我这个 存善存敬的 这种 人性 天性 被污染了 污染到什么程度了 把坏的 把坏的 视为好的 把好的 视为坏的 是非颠倒 而且 我形成了一种 一种 这个 虽然小 但是 老实 要是管我 我很讨厌 而且我 我挺恨他 我要报复他 我喜欢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就是 教育我的时候 我抗拒 变成了一个 野孩子一样 那么时间长了 老师讨厌我 同学也讨厌我 那么我呢 过着我自己 愿意过的生活 那么我就 离开了学校 走向了社会 接触了一些 违法犯罪的 人员 弟子归讲 不亲人 无限害 小人尽百事坏 走到了社会之后 接触了一些 违法的 人员 学会了偷 抢 打架 搞对象 那么说 很短的时间内 我就被抓进去 坐牢了 记得第一次坐牢 是16岁 那么说 出来了之后 不可能接受到教育 那么在第二次 坐牢的时候 又严重了 犯了更严重的 罚 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 形成了一个 危害一方的 流氓犯罪团伙 危害社会 危害市场 危害一方 我很喜欢什么 喜欢螃蟹 海蟹 螃蟹 我很喜欢 喜欢它的那种神态 喜欢它走横步的方式 嗯 嗯 嗯 那么在有一次 隐形路上 走动的时候 跟两位 人 碰撞了一下 当时 对我来说 这是对我的一种 挑选和侵犯 我是不可以挑选和侵犯的 啊 本来我 没有人 挑选我的时候 我都喜欢去 啊 去跟别人 去打斗 喜欢骨骼仔 那种生活 喜欢打架 那你挑选我了 那我还能 无动于众吗 嗯 那么没等我 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我就感觉到 被捅了两刀 啊 当我醒来的时候呢 已经躺在了 手术台上 啊 这个 肠子被 刀扎折了 当时 做的是 开服手术 我在想 啊 你动了我 如果我不跟你走两步 我不跟你 啊 呃 整到 你倒 我倒 我不把你整倒 不把你送到 手术台上 我也不够爷们 我也不够选手 我也不能在社会上再混了 啊 我 那这是我的一种耻辱 啊 我可以不吃饭 我可以坐牢 但是耻辱我受不了 啊 所以说 我就 组织了一些 兄弟 凶器 刀枪 在没过多久的时间 在我们 辽宁城府村市 一个繁华的地段 我们 遇上了 那就是 朝银相见 粉外眼红 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仁爱之气 啊 啊 我就 上去就 捅了他舞蹈 啊 他这个也 已经倒在地上了 我已经走出去了 我又回头 我又捅了他两刀 我告诉他 我说你挺着 等一会儿 你到手术台上 到医院抢救你的时候 我还要捅你提到 啊 那么说 我就当时 那种 兽性 啊 没有严性了 就觉得 啊 这个 用我们 黑社会那套逻辑 来 啊 完成这个事 没有过多久呢 人家告诉我了 说你不要去了 人已经死了 嗯 当时 我听到了死人了 也是很害怕 啊 因为 虽然在我身边 有啊 许许多多的 被打死的 或者打死人了 但是 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啊 很麻木嘛 因为 这个 被 刑事犯罪的人 往往是很麻木 很愚蠢啊 啊 觉得我 呃 这个 不会探到这样 倒霉的事 啊 实际上这是很愚蠢的 藏在河边走 哪有不吃鞋 你天天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 一个是被人杀掉 一个是杀了人 这是很 这个就是想不到 那么说 当时我就选 选择了 啊 跑路 跑跑 畏罪潜逃 嗯 当我离开 我们 生我养我的 那个 故乡的时候 我回头看了一眼 这个 家 家园 那 我是否还能活着回来 因为 经常有 畏罪潜逃的人 被抓获的那一瞬间 因为抗拒反抗 被击毙了 啊 我是否是那样一种结局 所以 这个是位置数 这个是位置数 也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啊 那么说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我 瞅 家乡的最后一眼 我会被 那是一种 一种 悲伤 想流泪的感觉 由言而生 但是 没有流泪 因为在 走社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不会像现在一样 老流泪的 我们 把流泪 把男人流泪 认为是一种耻辱 就是 父母死了 身上 掉块肉 掉个胳膊 如果落泪了 那不够爷们 不够选手 啊 所以说不可能流泪 那个整个一个人 就已经变成兽性了 没有情感 那么我就过上了这种 畏罪潜逃的生活 畏罪潜逃当中 逃亡啊 颠沛流利 当时 我跑到了广东省 啊 在陆峰 我生活过 啊 在山头 我也来过 厦门 我也来过 啊 我在这边 啊 过到逃难的生活 在 这 这一段的 颠沛流离的生活当中 叫我感悟最深的 现在回味起来 还悠然 啊 在目的 就是 每一顿吃饭的时候 是吃不好饭的 啊 因为我看周围的人 是不是 是 啊 便衣警察 来捉拿我的 我看一看他的 后屁股上 揣没揣抢 我看他的神态 像不像警察 啊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瞅谁都像 啊 也没害怕抓到嘛 啊 所以说吃饭 吃不好 你这边 在观察每一个人 啊 在害怕是不是抓我 你说怎么能吃好饭呢 我在清醒的时候 我是很恐惧的 啊 啊 喝醉酒了之后 就是 脑太掉了 碗大快瓦了 我已经是英雄了 我把他干倒了 我就是英雄 啊 那种英雄的感觉 就 啊 来了啊 很美妙 可是 饮酒醉 醉 最为醋 这是地质规里面讲的 每次喝酒 完了之后 我快感了 我不害怕了 但是我也 醋太百除了 有一次 喝醉了酒 在淘旗间 在广东 在广州市 也是黑社会之间的欧斗 我被 被 差点砍死 施血性休克 抢救了三天 抢救过来了 在广东省的 立山区 被抢救的 我当时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天了 这一次我被砍了 十九岛 缝合了一百九十五人 八个人拿到 我赤手控权 这就是 喝酒 喝醉了 造成的后果 完了我还不能去报案 不能保护自己 我要去报案了 我首先暴露了我的身份 就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把对面 我 搞死他两个 我也就 不用再被他抢到 我也就死了 所以 相比较起来 这口气先吞着 就是跟观众 老师们汇报 在逃期间的艰难 睡觉的时候也怕 后半夜睡觉 耳头不能睡 耳头要注意 有没有人敲门 有没有人走路 有没有警车的叫控声 如果有了 要做好准备 最好做好抗拒的准备 你睡觉 能睡安分吗 根本睡不了安分 睡不安稳 经常有十几种同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我把它称为 灵魂出窍 就是我在眼睛闭上的时候 还没有进入到深度睡眠之前 这段时间 突然间 我的头有一声吹响 我就疼空了 疼空了 我往下边 俯视下边 一看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人 躺在床上 这个人 这个眉心之间 就这个位置 一个枪眼流着血迹斑斑 就像被枪打了一枪 这一个枪眼痕迹 而且流着血迹 脸色 蜡黄 没有血色 这个人是谁 就是我自己 我看到我自己了 当我意识到 我是我自己的时候 我就休克了 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休克了 一醒来的时候 一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这种感觉 我有过十了多次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感觉 同样的内容 我把它称为灵魂出窍 现在来讲呢 实际上就是下的 日有所死 夜有所梦 那么 这样的度过了三年 那么说 在广州省广州市 被我公安机关 捉拿鬼案的那一瞬间 公安战士用枪 顶着我的头说 你别动 你要动了 我击毙你 我回头吵了一眼 他 我笑了 这名公安干警 问你为什么笑 平时在这个时候 我们抓到人 他要反抗 很紧张 你怎么反常笑呢 我说 我不跑了 我也跑不动了 我跑 跑得太累了 太辛苦了 我现在 就想睡两天三天觉 想吃两顿饭 舒舒服服的 完了之后 你是杀了我 刮了我 枪毙我 无所谓 我跑得太累了 太辛苦了 就是说这种 畏罪潜逃的这种痛苦 就是这种 心理 我被送到我们市的 看守所 那一瞬间 我的睡意 就不想 就是想睡觉的 这种 感觉没有了 也不想吃饭了 为什么呢 被一种待遇 叫我精神了 什么待遇 就是给我带了一个 铁料子 带了一种铁料子 这种铁料子呢 是八斤料 八斤重的铁料子 因为我经常坐牢 我懂 如果带了二十斤的料子 我在黄华看守所的时候 给我带了二十斤料 在 带了三十斤料 那个不可怕 遭一点罪 无所谓的 疼一点 它不可怕 因为它是违反机遇的 才给你带上去 给你 过了几天 告诉你 你这个改不改 你说改 还打架不 你说不打呢 它就给你摘了 那这个八斤料子 它是不会给你摘的 我们这些 刑事犯罪的人 把它这种料子 叫做什么 死料 就是死亡的死 铁料的料子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种料子 有两个含义 死料 一个 你在临死之前 才能给你摘了 那你这个人 必须够枪壁了 才给你带上 这是死料的一个含义 另外一个死是什么意思 24小时 不会摘掉的 就是这个铁料子 每时每刻 都在戴在你的身上 你睡觉 你上厕所 你吃饭 全得戴在脚上 那么说 你睡觉的时候 连裤子都脱不了 那 这个含义 这叫死料 我一看 完了 玩到头了 这个料子带上 那肯定要死了 要死了 哪有吃饭的心 哪有睡觉的心 那么说 我们在一起吃饭的呢 叫做饭台 就是一起吃饭的 三个人五个人 我们那个素语 我们那个素语叫饭台 叫盘价 我们盘价里的人 经常突然间 被喊出去 被公安干警喊出去 后门打开喊出去 那么在第二 下一顿饭吃饭的时候 这个人没有了 就是假如说我们五个人吃饭 那么他被喊出去了 那么下一顿饭的时候 就剩四个人了 那么那一宿觉 这个人也不会回来了 他到哪里去了 他到古会侠里去了 他被喊出去 被执行死刑了 就是当他喊出去的那一瞬间 过了四十分钟之后 这个人已经消失了 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离开了这个社会 而且是永远的 因为他被 这个拉出去之后 首先 拉到刑场 打死 打死完事之后 装进塑料袋里头 被送到火葬场 炼成了古会 把古会放到古会侠 你的家属才能求到的是古会 你进来的是人 但是你家属求回去的是古会 因为 因为他触犯的是 这个 他得到的是急刑 因为他犯了重罪 所以说 被判处死刑 所以说 这个 我们吃饭里 带巴底料的 都是这种决局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 这个人 还在 只是 从人 变成了古会和尘埃 那么 看到了这些 那么我的命运是什么 就是等待判决 那么当时我的感觉就是 有可能 改判 活下来 不判我死刑 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不大我也抱着这种希望 那么 那么没有过多久 我的判决下来了 我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32条 犯了故意杀淫罪 判决是死刑 当截到了这个判决之后 我当时的脑袋是空白的 在 法庭上那一瞬间 我不知道我怎么走出的法庭 当回到看守所的时候 我才真正的 直指示戏的 认认真正的 思索了一下 什么叫死 这个死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直指示戏的想了一下 人 人生是什么 死 我们当时的死 就像其他的 带巴结料的一样 被 喊名 除号门 把巴结料 换下来 换成绳子 拉到刑场 刑场之后 法庭上拿小琴 一摆小琴 那边抢一响 就变成尸体 尸体拉进火车上 变成骨灰 骨灰灌进骨灰峡里头 那么这就是死 我的死是这样的死 那么人都有死 剩下来那天 他必然要死的那一天 可是死法不一样 有的是 有病的死 有的是 这个意外的死 有的是什么 这个为别人去死 地震 被这个国家的解放军 武警战士抢救人 他们死了 抗战期间 跟日本人作战死了 这次早死 我的也是找死 可是 我是自寻死路的 那么 我是被抓到看守所里来的 因为我犯法了 我杀人了 我被决潜逃 所以说人家抓我 那么说我为什么要杀人呢 因为打架 喜欢打架 因为是社会 黑社会人员 你必然要打架 你为什么成为黑社会呢 就是离开了学校 为什么离开学校 不喜欢学校 不服务管理 不听老子的话 那么说 当 如果 在我的上述期 可能是十天 可能是半个月 在十天半个月之后 我的死 就是这样 因为小的时候不听妈妈的话 不听 讨厌老师管 讨厌 受教育 愿意自由自在 谁管我我就恨谁 就报复谁 那么我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了 死亡 等待着我的就是 政府的这颗正义的子弹 你想自杀 都自杀不了 不允许你自杀 一定要 受到政府的正义的这颗子弹 你才能结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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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我不觉得 法医生 能被估计的 我明天我要走了 那就是说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还有十几个小时 我就要被执行死刑了 接到了这副兽衣之后 我坐在看众所的一个角落里 摸一摸我的手下 脚上的脚镣 摸一摸我的手下 那就是我这一夜 是我来到尹世间的最后一夜 明天这夜里的时候 我真正的是在古会侠里面睡觉了 而且要永远的睡不会醒来 我被枪毙了 那么将来我的女儿 我孩子是女儿 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孩子了 她在结婚论嫁的时候 人家要问 你爸爸呢 我女儿说我爸爸被枪毙了 这种耻辱叫她 改变不了 污染她的意识 那人家要问我的妈妈 说你的儿子二儿子 她说我二儿子也被枪毙了 我妈妈 我妈妈 生了我一回 我在临死之前 我不但死在她的前面 让老妈妈白法人送黑法人 我还给些留下了永远弥补不了的耻辱 混乱 她老师 这种耻辱 他 本来是 你还给自己 傻生 这血还还血很不够呢 可是这些都晚了 后悔来不及了 真是叫天天不影 叫地地不灵 如果说真正人会害有来一生的话 我一定不这么个活法 人不是你怕死他就不死了 不是你该死每个人都得死 我也不是说当时这个特别怕死 不是我是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死法 太耻辱了 我叫我的孩子和我的母亲 终生受到了耻辱 羞辱 而且我很不甘心 我不愿意这样的去死 可以去死 但是不能这样死 我不甘心 因此我不愿意死 可是你不死不行 不是你想死就死 想不死就不死 因为我已经触犯了国家的法律 被处以极刑 代表国家 我必须离开这个掩饰 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不允许你再活着 就像一个课堂 你搅闹课堂 老是让你出去 不让你在课堂里上课 罚站一节课 因为为了保证这个课堂的秩序 我就是这样 人活到了这一份堆上 这一份田地 人家都不让你活了 不让你在这个世上了 你说还有什么意思 那种 那种难受 那种 哎呀我怎么变成这样 找到了这一步田地 我那种 我那种后悔 那种 不愿意 那种 那种复杂的心 那种 留恋 隐身 这种交织在一起 这种心里 在兜里面呢 拿出来两个诀别书 一个是我的太太 给我写的 另一个是我的弟弟 给我写的 太太是这样写 亲爱的 我爱你 因为没有挽救了你的生命 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但是你放心 我会把孩子抚养成人 你安心地走 当时我想 代表国家要消灭我 要叫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为我的妻子 她还爱着我 她还喜欢我 那么亲切 我那一次 我才眼角上 死人了一点 我后悔 有很多对不起她的地方 我很后悔 我才知道我的妻子是这么好 那么 第二封决别书是我弟弟写 二哥 我们已经尽了权力了 可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命运 如果允许的话 弟弟我替你去挨着一枪 让你活下来 让你活下来 我去死 无所谓 因为我没结婚 没有孩子 你有孩子 你有家 可是国法不容啊 二哥 国家的法律是不允许 替谁替谁枪毙的 守住之情 当时 我感觉到 他的最后一句话说 希望你在隐身的最后的几步当中 你要走好 我的师弟他现在已经不在掩饰了 听到了这两个决别书之后 我当时 也算心里面落地了 落什么地了 我绝望了 他们告诉我什么 你二哥一定得死 一定被抢毙 是这个意思 那么说 那一夜又过得很快 很快的时间 天就亮了 我在想 看一看这个蓝蓝的天 周围的熟悉的人 摸摸自己的身体 如果真能 再有来生来世的话 我在报答这些 曾经对我好的人 抱恩 因为我这时候没有机会了 那个时候我也想报仇 我在 把你们这些害过我的人 我在跟你们再走两步 这辈子我没有机会 我看到了一个 地头看到了一个也带八戒料的人 他叫赵沙尔 他的犯罪是给他的母亲 用斧子砍死了 他的生母用斧子砍死了 他在露出一种耻笑的表情 意思说你看 你牛吧 你是大哥吧 你得先枪毙先死 我还多活两天 他是这种 我领会是这个 从他的表情和神态当中 我领会是这种意思 我当时就在想 我这辈子来的太憋屈了 太窝囊了 我都不如一个杀死他妈的 杀死他妈的 都能多活两天 我去陷害的一想 我才二十多岁 我没有体会过什么人生 那我就 想没有完的时候 后门开了 门口呢 有四位 中级移民法院 执行艇的行刑队 每一位都是白手套 这个封口记得很严 戴着墨镜 那么身高的那一米把 我一看我明白 这个就是龟子手 就是对一些最大恶极的 执行死刑的这些工作人员 那么说我们听说呢 我们号里要 要被枪毙四三名 其中有我一个 那么喊了第一位 什么什么出去了 喊第二位 什么什么人出去了 喊到第三位的时候 我又站起来了 他说你对院 那个死刑犯是不准轻易 轻易站起来的 是得蹲着的 那么他就喊 他没有给我喊出去 给那个赵沙尔喊走了 完了就把号门关上了 关上了你之后 他们已经走了 我就喊 我说哎 法警同志 你回来 那法警就回来了 我说听说有我一个要枪毙 怎么没有我 怎么给他 是给 是给拉出去了 当时呢 这个法警同志啊 人家吵了我一眼 说你 连死你也着急 你着急就是死呗 人家就走了 人家走了之后过了一会儿 我才想起来 我是确实 我喊你不就去找死了吗 现在我就明白了 那个就已经大脑空白了 吓得 所以说谁要 这个一说 你看谁谁抢毙了 他这个笑不可的 他不害怕 那是火炎念 你瞅他那个笑 仔细瞅 比哭都难看 然后 大倒一遍空白 那么当时 如果我被喊出去了 喊的不是招喊 是我 那么说 我就不会今天在这里 跟诸位老师 在谈传统文化 在谈地质鬼 那么留我今天 可能就是跟诸位老师 有这个缘分 要谈一谈地质鬼 谈成传统文化 那么说 为什么没有被喊出去 我 让我的弟弟 来说清楚一些 因为当初 我二哥在里边 我们在外边 给他做的一些 事情 帮他做的一些事情 他不知道 我在这里给你补充 大家知道 每个家庭 这个兄弟之间 父母在 兄弟之间都 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激励地 想挽救他的生命 虽然他发了重罪 把人杀了 但是我们也希望 挽救他的一个生命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打官司告账 后来有一天 我到一个地方办事 突然看到墙上 贴着一个布告 上面写着 定义某年某月某日 公开 召开公开宣传大会 第一个就是 我二哥的名 还有三个名 我说这不完了吗 证明我们以往的努力全白费了 人要死了 因为我知道 一审判决已经完事了 第二审如果再开公安会就要枪毙了 当时我二哥才31岁 虚顺 所以说 马上我就把这事 我就回到家里 把这事交易告诉妈妈 还有哥 还有二嫂 当时他们都很正经 也很悲痛 完了 白做努力了 在开宣传压了一年多 白做努力 最后要枪毙了 这个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因为知道 当时我二哥 在这个出事之前 被那个人挨了两刀 造成了重伤 后来伤害鉴定说重伤 当时呢 这个 最高人民法院的 有的规定 就是凡是对方有过错的 可能啊 就不会被执行死刑 不会 不会枪毙的 也可能被判复 就可能留一名啊 但是 我们因为那时候的死刑 死刑核准权 不是在最高人民法院 在省一级法院 在省一级法院 所以说 我们没有办法 就得把这个事 告到最高人民法院 当时我们就 这个 直到这消息之后 把这一个情况 给中级人民法院 写个这个裁券 送上去 送那之后 中级法院院长就说 就给回信 刚刚说 可以不给执行 立即死刑 可以暂缓 但是不是不执行 随随地都可以执行 而且我们当时呢 没有得到正确的文件 文书 只是口头 也不相信 所以说 同天晚上仍然把他的 寿衣啊 还有遗书啊 都给他送去了 而且第二天呢 这个 我们仍然要按既定方案 既定的方案去 我大哥当时呢 听到了 我二哥要枪毙 他当时第二天呢 就让他的朋友 用车给他拉到一个山沟里 这个喝了很多酒 站在山坡上 据他后来讲啊 说当时他站在山坡上说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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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弟弟就这样 被枪毙了 装进了小河里 非常的悲痛 难受 另外我二嫂呢 因为我们就是 不太相信嘛 怕有意外嘛 所以说仍然到了 这个公开宣判的现场 这时候呢 我们到那之后呢 看到有 陆续地来了三名警 三名那个 三辆警车 每个警车里拉着一个 被枪毙的死刑犯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三个也没有我二哥 我二嫂啊 当时就急了 完了 一定是在开室桌里边 就被执行死刑了 牵枪毙了 当时啊 就想着没人能活 很震惊 后来到那现场 一看没有 我们就回来了 这个后来啊 这个因为我们 高到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就把这个 改判 死刑改判 这个二年 这个直接 裁券署就给吓唬来了 好 改了 从死刑改成还起两年执行 死罪免了 活罪免不了 这个被送到了监狱 开始了我的漫长劳改生涯 日服一日 年服一年 在监狱里面 服刑 监狱里面 是什么感觉 犯人是什么生活 我用一个字 我们中国的汉字 都是智慧 智慧的符号 一个人 四周架上一块 就念囚字 囚犯的囚 这个囚 就代表了犯人服刑的 全部生活 如果 犯人在监狱里面 生活得很幸福 那就不是监狱 那是福利院 养老院 体现不了法律的 危言性和惩罚性 这样我度过了 十六个春秋 当我离开监狱的时候 我的头发已经 变成白色的了 我进去的时候 是二十多岁 回到 我的家 我的家一定从平房 变成楼房了 我已经找不到 我的家在哪里了 我周围的兄弟 已经死的死 进去的进去 淘汰的淘汰 我们兄弟五人 我的两个亲弟弟 已经不在人世了 真是 大势已去 已经 是今非昔比了 那么面对 现实生活当中 对我来说 第一个就是要生活 要生存 因为我虽然是 在生死罐头过来的 珍惜生命 虽然是坐了这么多年的牢 但是并没有得到 根本的改变 就是说 我为什么去坐了 我要怎么 以后怎么生活 这个根我不懂 我知道的就是说 能不进去就好 但是 生活方式 这个 这种本质没有改变我 我硬然是 探图享受 找了这么多年 去释放了 我肯定要享受一下 是吧 那么说 同时我也感觉到 如果我要是 不像以前时的 那样的生活 我是一种 耻辱 我课程 我丢人 我还要像以前时的 那样的 开心的活着 可是我靠什么呢 我已经不是 以前的我了 老了 朋友 什么叫朋友啊 谁能帮 称为上朋友 这个黑社会里面的人 还能讲为朋友吗 还能做出来 真正朋友的事吗 我上 墓地 看一看 我已经离开 银市的两个亲弟弟 我的四弟和五弟 看到他们的遗像 我四弟 天心万苦 给我救活了 可是他离开了 淹市 他死了 我的五弟 我想他们 假如有来生 带来生 带来生 我也像救你一样 救我一样 我救你一次 假如有来生 我们还是一奶同跑 假如有来生 我愿意把弟弟给我的 富足 我全部还给弟弟 假如有来生 我一定要我两个弟弟 结完了混 成完了甲 再离开人世 当时对我来说 监狱第十六年 还有 呛下 这个生死 的那可怕的一幕 全部放在一表 最主要的是 搞钱 因为有钱才能活着 有钱才能体面 那我搞钱的方法 是什么 还是老办法 因为我不会别的 这辈子我没有学习过 什么技术 也不会做生意 我也没有什么人 能帮助我了 人 你在有钱有事的时候 人帮你的躲 你没有钱 没有事的时候 没人帮你 那么我就靠 我自己 穿新鞋 走老路 我的看家本领 还是 混黑社会 打打杀杀 违法犯罪 我只能靠这个活着 我只能靠这个活着 那么在短短的 时间内 我也积累了一些 凶财 也满足了我的欲望 因为几千块钱 因为几千块钱 我也是差一点给人的耳朵 割下来 因为利益 我也是打砸了人家的歌厅 把人家的鼻梁的打粉碎性骨折 我也又一次地被动了大手术 又被送上了手术台 那么说 凶财而入 必凶财而出 我的钱 赚来了 但是很快 我又变成了穷光蛋 不是好到来的钱 怎么会能珍惜一句话呢 我就是疯狂地消费 搞女人满足自己的欲望 怎么爽怎么来 最后一会儿 我不但自己挣了钱没有了 我还欠了许多钱 那么说 在人生的又一次危机当中 我就在想 与其是这么被人看不起 你没有钱谁看得起你 看不起是不说 也满足不了我自己的生活欲望 与其是这样生活 这样痛苦地活着 倒不如我 爽爽快快地活着一年两年 那我就做了决定 好 我要开杀戒了 我就看你有钱的人 你黑社会风光的人 我要拿你们开刀 在这个 就是如果能活一年 我行 值 如果活两年算我便宜 算我幸运 因为当时 因为当时 运持啊 运持到什么程度 连命都不要了 运多与少都分不出来了 你死何事还是享受何事 那时 那个时候就已经搞颠倒了 运持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我遇到了我曾经的一个兄弟 他在南方在深圳 一个非常成功 他搞得很好 我看到了他 我就向他求援 我看到了他我就向他求援 那太稀疏了 太容易了 因为他的实力很强 很成功 他说我帮你可以 但是你要满足我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你要满足了 你这点忙 我可以帮你 我一听我高兴了 我说这我就看得光亮了 我要做起来事情 动煞机 我就好办了 我说你说吧 他说你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条件 说你要孝敬你的妈妈 在你的妈妈身边生活 你要尽孝 因为他呢 是我弟弟 我弟弟一定不在了 是我弟弟的最好的兄弟 因为 因为我没有救了你弟弟 我很是愧疚 所以说你要替你弟弟尽孝 我的心情啊 能好一点 我说这个 我的母亲我应该尽孝 我说我可以做到 他说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一年之内啊 你不要再走黑社会了 你要什么 你要守法 你要退出社会 我其实其实一年 行 我就当再做一年牢了 很快过去 无所谓 为了保持这个成功率嘛 是吧 我都可以 他说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说辽室 辽室城辽室市 09年的9月份 就有这样的 像今天这样的传统文化的论坛 你要去就两天 你去参加两天 我当时行事 就在那坐两天呗 只要你能帮我 别说坐两天 我出点血 胳膊舌了 腿舌了 我都干 我说我去 我就去了 因为当时我去呢 是为了满足他上个条件 满足他条件呢 他就能帮我了 我是这个目的去的 我不是为了学传统文化 因为传统文化 我弟弟和我妈妈 很多年就学 但是那个跟我 我不感兴趣 我只是对钱和女人 和打打杀杀 我对这个感兴趣 那么他这个 我就去了 去了 在听到 胡敏老师分享的时候 胡敏老师说了一句 你只要是做好事 做有利于别人的好事 去做义工 去做好人 去当孝子 你想得到的事 你想得到的东西 全能得到 而且当时我的 引起我的注意了 我这 我们 想得到的东西 如果要像踏实的 做好事 当好人 能得到吗 我想也能得到 因为他一个孩子 二十多岁 他原来也不是个好人 只不过是跟我差的 他是儿子辈 我是 我是爸爸辈 但是性质都是一样的 是吧 他能做到的 小孩能做到 我大人不也能做到吗 如果要按他 这个逻辑说法 这个 就是说 那我就不用去 动杀戒了 我不用动杀戒了 那我就不用去 死了 制造死路了 就是说活杀粮人 我就死了 我就不用了 我就逃出玉劫了 我也不用去坐牢了 这个路多好啊 有这个路我也走啊 对吧 有饭吃谁去挨饿呀 对不对 有面包是 非得当流浪汉的呀 我说我也这么做 当时我就决定 我不去 这个 开啥街了 也不去 这个走社会了 我走 做好人 做好事的道 我就做了这个决定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 有幸的被大会老子啊 陈大会老子啊 这个 吸手在这个团队里面 哎呀 我感觉到 啊 原来这是人的生活呀 人是这么一个活法 我这辈子 我没过过这种生活 这些周围的人 都那么慈悲 那么善良 他们绑住你 他们不求回报 他们能把你 变成了一个孝子 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 他们很欢喜 走社会 走黑社会 哪有这样的 他给你一包眼 给你点钱 你得付出代价 这些人不 这些人就是 你做好事 他就很欢喜 哎呀 我是这样人好 同时我这个 跟这个团队 我也知道 是非了 也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好 什么是真正的不好 满足自己的欲望 假如说你抽一颗烟 你感到挺爽 那么你抽一百颗烟 你肯定很痛苦 你搞一个女人 你感到很爽 你搞一百个女人的时候 你是肯定 不但你短受 你早死 而且你很痛苦 你一身病 你狠 那么说表面上丑 为了自己享受的东西 那是假的 那么说你要是笑去骂 你一次 你笑去了吧 他了吧 他感到舒服 因为你继续了 哎 你自己也舒服 你笑就一次 舒服 笑就一百的时候 你就感到你自己是一百次的 舒服 这才是为别人活的 才是真正的好 舒服 为自己欲望的是通福的 我才知道了 什么叫 那么说我这个才一直到我这五十年呢 我是畜生 乌鸦反扑卖鱼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我不如他们 我爸爸病重的时候 我和我四弟弟进监狱 我爸爸一不急火死了 我四弟弟给我救活了 可是我在监狱里面 我纠缠他 我让他给我办出去 让他给我减刑 叫他生活不得安宁 他慌慌张张 也遇上了一个杀人案 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事 弟弟救了我 可是我害死了我的弟弟 我的小弟弟 在临死的一瞬间 说 我二哥完了 我二哥完了 因为我在监狱里给人打架 给人打出缝诊了 缝了五诊 要加我的行 他一着急 离开了人事 我的弟弟 他是那么的想念我 那么的想我出来 不爱欺欺 秦寿不如 我当什么大哥 被我杀死的那个 我放的时候 他的太太一下抓住了我 说你可把我们家坑苦了 我老公死了之后 我的婆婆 我老公的妈妈 第二年就想而想死了 我的儿子 三十多岁了 到现在呀 性格内向 他老好苦 他想他爸妈 我儿子 我儿子这一辈子 也变成了忧郁症 就因为创了一下 我害死了这么多的人 我造成了这样两个家庭的灾难 也给我的一生 毁掉了我的一生 请允许我给我的家人 和被害人 做忏悔 我对不起大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我这样 害了自己母亲 自己弟弟恩将仇报的这样的一个人 应该是怎么样一种恶报 如果有选择 我应该自己下游户 自己跳进去 没有脸面在火上 对不起谁都可以 怎么能对不起自己的妈妈 自己的弟弟 还够爷们吗 还是男子汉吗 想到了这些 很痛心 很后悔 但是 是严实 不能复生 过去的时光 它不会倒流 唯有啊 用我 游圣之年 来弥补我的过去 弥补我对我的妈妈 对我的家人 所欠下的 犯下的罪过 那么说 这个 在母亲身边呢 不但是当儿子的一种义务 同时也是一种福分 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在老太太身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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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印了吧 哎 我突然间感觉到 这是幸福啊 这种天伦之乐 它比上歌廷上上麻狱 好得多呀 孝敬老人 不但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幸福 所以说 呃 身体乏腹 受之于父母 不敢损赏 孝之时也 历身行道 杨明 历身行道 杨明于后世 已显父母 孝之忠也 我这一生没给社会啊 干过好事 没给进开家里了 如果 我在游生之年 能 叫 违法犯罪的人 少了一个 我们舞台上的老死 多了一个 也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也报了国家 对我的不杀之恩 也报了 叫我 学习传传文化的 这位训练 如果在游生之年 我能做到 我一定要这样做 我做到死 昭文道 虚实则已 谢谢大家 感谢两位 康老师的精彩分享 下面有请于航总裁 做一点评 这个 康金胜老师啊 这个在这个 学传统化之前呢 对这个财富的追求啊 是 比较大 而且这 对财富追求呢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的追求 但是这个传统化里边啊 对这个追求财富 有特别清楚的一个解释 就是呢 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 就是修德是根本 你在有德性以后呢 这个财富是 自然而然就会到来的 然而什么是修德呢 夫孝 德之本也 就是你呢 孝顺父母 孝顺长辈 哎 这是德性的根本 所以呢 能够啊 孝顺长辈 孝顺父母 这也就是 财富的根本 也是 幸福人生的根本 这个 还有这个 康金胜老师 在学了传统化之后啊 他呀 真真正正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呢 从过去 每天都在种那些恶的种子 这个呢 有了巨大的改变 哎 自己呢 每天都在种善的种子 而且呢 能够做到什么呢 行善而不知善 就是每天都在做好事 自然而然的 但是还不觉得自己在做善事 做好事 这儿的话呢 每天都在播种一些善的种子 这个善的种子呀 成熟以后呢 它会有很多善的果实 就会有很多好的结果 另外再谈谈这个 康金胜老师这个孩子 这个老总的有句话呀 制药莫若教子 就是咱们这个家庭里边 社会上 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把孩子教育好 把孩子呢 都能培养成一个有德性的人 康老师通过学习传统文化 认识到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力量 把孩子呢 也引到了传统文化里边 这个孩子从一个 打打杀杀的一个小混混 一下子变成了一个 特别善于学习 特别努力学习的一个好孩子 大伙也都知道 一年的时间 这孩子就能用古文 给他爸爸写信 曾经我们在这个 一个大学汇报的时候 一个研究生 曾经跟康老师说过 他说我这个研究生学历 您儿子这封信 我都写不出来 这叫孝心一开 百会皆开 这个孩子孝心打开以后呢 他的所有的智慧都打开了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想到 我是不是对我的父母好 我的父母呢 对我的所作所为呢 是不是忧心 是不是担心 也就是亲所好 力未拒 亲所悟 谨未去 所以这个孩子呀 成胜成贤 那是肯定的 因为这个中华老祖人的智慧 他的力量太伟大了 这个康金丽老师啊 可以用一句话说一下 就是呢 了凡四季里边的一句话 就是千年幽谷 一灯彩照 则千年黑暗拒除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特别黑的一个山洞 已经有一千年 没有照到太阳 没有光亮了 哎 就是一个火把进去以后呢 这个一千年的黑暗 完全都没有了 这也就是咱们传统文化的力量 也就是啊 传统文化呢 实际呢 就是人性的教育 这个康金丽老师呢 也就是从小到大 没有接受过 传统文化道德的教育 他那个心呢 就像那个油灯泡一样 呼得满满的 已经呼死了 但是并没有 呼了这么多油烟子 而他那颗本善的心 失去 所以呢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 把这个油 只擦掉以后呢 咱们康老师啊 这个心的 这个本善的心呢 他又显现了出来 现在呢 能够从过去 危害社会的一个 涉黑犯罪人员 一个黑社会的 一个老大 然而现在变成一个呢 能够力身行道 为大家宣讲传统文化 为大家呢 解忧排难的 这么一个好的老师 也就是我们这个 校经里边说的那句话 力身行道 扬名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忠也 他这是大孝 好 谢谢各位 感谢宇航总裁的精彩点评 那么在今天下午 大讲堂的开始之前呢 我手里有一封信 这封信呢 是样板戏 智取微虎山的歌词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也把这个歌词啊 和我们传统文化 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里呢 要为在座的各位老师 读一下 歌词是这样写的 早也盼 晚也盼 盼川望双眼 怎知道 今日里 打土匪 进深山 那么这个打土匪 进深山呢 我们就预示着 这个土匪就是我们自身的烦恼习气 还有坏的习惯 进深山呢 就是走进了我们内心深处 这个善良的人性 救穷人脱苦难 这个穷人呢 我们说现在的人呢 虽然是有钱 但是我们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呢 是一个穷人 自己的队伍来到了面前 这个自己的队伍啊 就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老师们 接下来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亲人呢 我不该 亲红不分 皂白不变 我不该将亲人当仇敌 羞愧难言 这个亲人呢 就预示着我们这些老师啊 还有父母啊 还有一些善人 那么这个样板戏 智取微虎山呢 也有我们传统文化 汇报团的一位老师啊 想在这里为大家演唱 他呢就是上午为我们大家 做分享汇报的康经丽老师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那么我接下来呢 还要把这段歌词继续的